嗨,大家好,欢迎来到GraceUp 每个星期的在家运动 今天我们要一起做一套金字塔运动 你如果才刚刚开始跟我一起在家运动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金字塔运动是什么东东 让我来解释一下 金字塔运动,今天我们总共会有八个动作 每个动作我们要一起先做八次 从头到尾每个动作做完以后 做第二轮每个动作做七次 然后第三轮的时候每个动作做六次 然后这样子每一轮减少一次 最后一轮的时候每个动作只做一次 待会我们会雕塑到全身的肌肉 有些动作是雕塑肌肉,有些动作是让你很喘 所以总共从头到尾做完 基本上就是全方位的挑战 一样我们会一起做暖身动作 跟最后的伸展操结束 今天不需要拿到任何的仪器 所以非常方便 你就没有借口今天不跟我一起在家做运动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开始吧 让我们先一起来做今天的暖身动作 今天的暖身动作呢 我们就是先从深蹲开始 还不需要蹲太多 浅浅的蹲就好 一点点弯曲膝盖 一点点屁股向后坐 起来 屁股夹心 蹲 起来 屁股夹心 话说其实我今天呢 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 有点点 不如意 所以能回家的时候心情不好 赶紧来做运动 因为呢 运动能够帮助你输压 OK 做侧弓箭步 回来 提醒 侧弓箭步 回来 提醒 然后我跟我老公讲过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他说 那你就是应该去做运动啊 我就想说 好吧好吧 早知道今天就是设计一套 拳机的运动 OK 我们换另外一边 你知道吗 有时候上班就是 明明你就觉得你是对的 然后呢 可是你就觉得说 还要跟人家就是 不是 辩论说到底是对还是错 就觉得好像也蛮浪费时间 人家已经觉得人家是对的 我觉得我是对的 不管怎么样 也不会有任何的 就是 达成公司 那就算了 OK 在我们的运行跑过 然后所以呢 应该也不是说 发生什么大事啊 就是 呃 中文叫做 英文叫做 miscommunication 呃 中文叫做 呃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 常常如果是 miscommunication的话呢 最好的 解决办法 呃 我觉得不是跟人家辩论 感觉就是 呃 找到一个 能够 继续 向前 的一个 呃 解答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英文叫做 move forward find a solution 你如果能够帮我翻成中文的话 请在留言地方帮我翻一下 好了 再来呢 我们做交互蹲跳 废话讲过了 你们就多跟我做一点点的 浪身运动 OK 再来我们做踢屁股 哦对 你们现在心里想了 还有可能是在想说 是不是我头发变短了 yup 我上个近几天 把头发给剪短 现在洗头发轻松许多 alright 我们暖身动作做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先来讲解 我们今天的八个动作 然后呢 讲解完以后呢 你就会 我会稍微给你一点点提醒 因为 有时候会忘记说 下个动作要做什么 就会提醒你 然后呢 就直接开始做今天的运动 alright 今天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弓肩步跳 所以呢 呃 左脚在前 然后弓肩步 换脚 跳 换脚 跳 OK 所以呢 呃 左边一次 右边一次算一下 再来呢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雕塑手臂跟肚子 背部的肌肉 这个动作你有两个做法 第一 手呢 手指头朝屁股 放在屁股后方 然后膝盖 呃 屁股从 放在下面的 变得很举起来 然后 放下 OK 你如果这个动作 手指头 朝后方 比较舒服的话 手指头朝后方 看你个人 选择要哪样的角度 然后呢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动作有点小怪 有点小尴尬 不是尴尬 就是有点 有点难做 嗯 我让你 双脚膝盖弯曲 一只脚在前 一只脚在后 手呢 可以放在前方 或是插腰 然后后面这只脚呢 我要你 用大腿外侧的力气 把膝盖给 提起来 慢慢的放下 提起来 慢慢的放下 这个动作幅度非常的小 但是呢 你可以感觉到屁股 外侧 下方的肌肉在实力 OK 然后呢 这个动作呢 呃 呃 呃 然后呢 下方的 我们要做的是 提膝跑 再加上踢屁股 所以呢 提膝两次 然后踢屁股两次 也就是一二 然后踢屁股两次 OK 然后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侧弓肩步 再加上一个前踢 但是这次侧弓肩步呢 我要你向外一踩 脚板朝外45度 起来 然后呢 脚板朝前方 然后 回到中间 然后前踢 尽量右脚都不要着地 然后呢 一样第一轮做右边 第二轮做左边 再来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呃 类似平板支撑 但是膝盖弯曲 所以呢 手呢 着地 然后膝盖弯曲 平板支撑 然后呢 膝盖是离开地面的 然后 举右脚 举左手 然后放下 然后呢 举左手 举左脚 踢出去 举右手 放下 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办法 把膝盖离开地面的话 你就膝盖放下 然后呢 你在举脚的时候呢 我要你脚板用力 脚左朝下 OK 然后呢 感受到 屁股下面这块肌肉 有用到 Alright 再呢 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继续是 地板动作 我们要 从当当 原本是 膝盖弯曲嘛 对不对 变成是膝盖打直 然后开合 OK 开合跳 然后最大的动作呢 直接 滑下 然后呢 手放在耳 耳朵后方 然后呢 双脚举起来 背举起来 然后我要你的手肘 打开 放下 打开 放下 OK Alright 八个动作就这样 希望呢 时间会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计时 所以就是要 仔细的算 所以呢 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天 聊太多 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 我们每一个 动作结束以后 会稍微提醒一下 说下一个动作做什么 所以不要担心 就是要下一个动作做 OK 第一个 我们要做的是 弓箭步跳 我们要从 側边 从左边先开始 预备 开始 1 2 3 4 5 6 7 8 OK Alright 再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 手放在屁股后方 然后呢 屁股撐起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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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1 2 3 你肚子 要不要变成像桌子一样的平 4 5 5 6 7 屁股夹 8 6 7 Alright 再来呢 下一个动作 我们要做的是 直接坐下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膝盖弯曲 OK 然后呢 手放在前方 或是手插腰 自己选择后方的腿 举起 8次 预备 开始 1 2 3 4 5 6 7 8 OK Alright 再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 提膝跑加踢屁股 预备 开始 1 2 3 4 5 5 6 7 8 Alright 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側弓肩部 要上前踢 OK 预备 开始 1 1 然后脚板朝前 前踢 2 3 4 5 6 7 7 5 6 6 7 5 6 7 6 6 7 7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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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Woo 再来呢 直接膝盖打直 做开合跳 預備 開始 1 2 3 4 5 6 7 8 OK OK 直接膝盖打直 做开合跳 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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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曲 抱腕后 背弓 手肘 向上 分一 放下 2 3 4 5 6 7 8 1 8 1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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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5 5 6 7 8 8 5 5 6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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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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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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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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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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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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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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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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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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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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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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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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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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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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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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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再拿做側弓箭步 右腳 1 踢腿 2 踢腿 3 4 5 6 OK 再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 膝蓋彎曲 預備 右腳先預備 開始 1 2 3 3 4 5 6 Alright 再來呢我們要做平板支撐 開合跳 6下預備 開始 1 2 3 4 5 6 直接拋向 背弓 預備 1 2 3 4 5 6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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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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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1,2,3,4,5 Alright,直接起來 再來我們要做提心跑 左腳先開始預備 1,2,3,4,5 OK,側中間步左腳 1,前踢 1,2,3,4,5 Alright,平板支撐膝蓋彎曲 左腳先預備,開始 1,2,3,4,5 1,2,3,4,5 OK 開始跳 預備,開始 1,2,3,4,5 然後呢,直接趴下 預備,開始 1,2,3 夾緊 4,停下 5,停下 Alright 時間會越過越快 因為每個動作 越做越少輪 再來呢 我們呢,繼續跑到第一個動作 做4次 右腳先開始 預備 開始 1,2,3,4 OK,直接坐下 手放後方 預備 開始 1,2,3,4 OK 再呢 右腳 再後腿 穩針 預備 開始 1,2,3,4 OK 起來 提膝跑 預備 右腳先開始 1,2,3,4 OK 側重邊步 側重邊步 1 提膝 2 3 4 4 OK 再來呢 我們做 膝蓋彎曲 右腳先 膝蓋離地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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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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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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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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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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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5 3 OK 站起來 提心 1 2 3 側中肩部 1 2 3 平反支撐膝蓋彎曲 左腳先 1 2 3 OK 開頭跳 1 2 3 趴下 開 1 2 3 OK 直接跳起來 換右邊 弓箭部 1 2 不是 2 坐下 提臀 1 1 腳緊 2 腳緊 右腳再後 1 2 請伸 提膝跑 1 2 OK 側中肩部 側中肩部 屁股蹲低 2 屁股向後做 OK 再來呢 膝蓋彎曲 右腳先 1 延伸 放下 2 延伸 放下 開頭 開頭跳 開頭跳 2 趴下 1 2 OK 跳起來 弓箭步 1 2 坐下 左腳再後 舉起 1 撐著 OK 站起來 踢吸跑 1 再做 側方肩部 蹲低 然後 踢高 平板支撐 膝蓋 回軸 左腳 放下 然後開頭 3 4 5 發下 背弓 手肘 慢慢放下 好 來 我們今天主要運動部分要直結束 真的是 我覺得精緻的運動的一個好處 卻是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直接來做伸展操的部分 一下子 因為動作就是速度感覺越來越快 然後就不會覺得說 今天動作很痛苦 我們稍微做提膝踏步 讓我們的心跳速度 漸漸緩慢下來 調整呼吸頻率 然後呢 左右踏步 身體向右邊 然後呢 深呼吸 呼吸 吐氣 向右邊看更多一點點 深呼吸 回到中間 再一次 深呼吸 轉身到左邊 頭看到左後方 深呼吸 看能不能再轉更深一點點 看能不能再轉更深一點點 再呼吸 轉身到前方 然後向前一舉弓 慢慢的把上半身拉起來 轉身拉起來 轉一面牆 然後 眼睛開 你胸部的肌肉 這個動作呢 特別是可以幫助你 就是 不要駝背 你如果 上個禮拜一 沒有跟我一起做運動的話呢 建議你可以去看一下 上個禮拜一的運動 是有關 幫助你 改善姿勢 改善體態的一套運動 可以換那邊 主要呢 就是 我在那個 上禮拜一的影片 有跟大家解釋說 因為我們大部分 在做的動作很多 都是需要 就是往前看啊 或是駝背的動作 然後長的之間下來 你胸部的肌肉呢 就變得比較 會變短 然後你的 不是變短 應該說就是 背部的肌肉 沒有像 胸部的肌肉那麼的強壯 所以不平衡 就會變成說 胸部 背部 然後胸部的肌肉比較短 背部肌肉比較長 就會自然而然 背就變捲曲 所以呢 如果你要有好的姿勢的話 好的體態 就是要強健背部肌肉 然後延展開 你的胸部肌肉 OK 深呼吸 我們要做 側弓箭步 感受到你大腿內側 肌肉拉開 然後呢 向右邊傾斜 傾倒 有沒有感受到 大腿內側肌肉 OK 換你耳邊 雙手放定 腳相後踩 我們做一下 我們的下拳式 我最喜歡下拳式的動作 因為覺得 一個動作可以拉大腿 小腿 背部 肩膀 腋下 都給它拉到 看你能不能夠腳跟 盡量著底 胸部 胸部感覺很像 像你的抖扎 你的肚臍在那邊壓一樣 OK 慢慢地向前 然後呢 把身體慢慢放下 把身體撐起來 好像這個汗流夾背 有點誇張 我覺得可能是今天天氣比較悶吧 貼屁股向後座 一樣把腋下的肌肉 胸部肌肉拉 延展開來 然後慢慢地拱背起來 腳尖著地 皮股撐起來 向前 跳一大步 然後把身體拉起來 好 我們今天運動到此結束 希望你跟我一樣 汗流夾背到一個誇張的地步 我想你們如果是在台灣 或者是在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跟我一起在做運動的話 你們一定流汗流的比我更多 因為我這邊根本沒有那麼的熱 我就已經這麼誇張了 何必是你們就是 能夠在這麼悶熱的地方運動 我真是佩服到極致 Alright 希望這套運動對你來說有幫助 並且讓你有運動到的感覺 那我們下一星期見囉 掰 我只能說 今天的運動 真的是讓我汗流 加倍到一個誇張的地步 今天的運動其實我覺得 沒有那麼那麼的困難 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那麼的困難 但是 汗真的是用低的 然後呢 在做剛剛很多的地板動作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舔到我自己的汗 覺得喔好鹹 好久沒有讓大家看到我們家狗狗跟媽媽 我想說 來錄一下 嗨 Ranger Come say hi He's saying hi Are you saying hi Are you saying hi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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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appy boy 然後這邊 貓咪在這兒 這隻貓啊 就是 現在肚子很餓 所以一直叫一直叫 你看 牠是一個很愛溝通的貓咪 Y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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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hat Oh Oh What Yeah Yeah 牠要吃東西 蛤 每次可以聽牠叫 我就很開心 現在是越叫越可愛 嗨 喔 你給大家一個 kiss 嗚 然後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家的那個番茄啊 那我種了一些東西 看 牠們有成長了一點點 所以給大家報告一下近況 OK 之前給大家看我的那個彩膠 之前只有長這顆大顆的而已 現在又長了 多長了一些小的 在那邊有沒有看到 有一顆兩顆三顆 真的是可愛 然後呢番茄 然後番茄之前也是只有這幾顆而已 現在呢上面也有兩顆小的 然後這是辣椒 之前也是只有這一顆 之前是只有這一顆最長的 現在多了很多個小的 然後上面也有 Yeah 然後呢那是我們的薄荷 之前被蟲咬 然後我們最近最新買了一個 一個那個石頭的 感覺像是仙人掌吧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痣床 然後我們再把後來之前分 之前的那個沙漠的植物給牠分裝 重新重新剝土 然後這一顆這一顆是新的 就這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 拜拜 拜拜